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演万倩 刘敏涛 剧情点评 出题材本来以为又是悬浮剧 看了六集很好看 属于都市清喜剧 女主姚薇台词很搞笑 另外虽然是聚焦女性但非常真实 姚薇怀孕但不敢生的片段 同为职场女性狠狠共情了 都是些真实会遇到的问题 但整个剧三观很正 解决问题让人很受鼓励 总之 整部剧看下来都是很轻松很爽 蛮上头的 有点期待后面的剧情走向了 对了 真的不知道一些人 为啥只看了简介片头和第一集 就来打一星骂的是怎样想的 二 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 收视百分之2.538和百分之2.340 主演黄渤 没听 剧情点评 个人觉得这部剧和东八区的先生们完全是不相上下 当里面讨论生孩子对于女人是什么 编剧给出比命还重要的答案时 我庆幸现在女性都有自我意识了 里面的剧情完全不值得讨论 一个有钱有工作的大美女 因为高中分手后 怀孕流产 不能生育 回国报复男主 最后只要一句对不起 从中突出男主作为一个好男人的故事 太过时了 太老套了 黄渤的影帝了 还是要演这种剧 不爱惜羽毛早晚会被观众抛弃的 总之 太失望了 三 耀眼的你呀 收视1.691% 主演 樱桃 刘以豪 剧情点评 作为下饭剧不错 尤其是演到一些女性面对的困难史 真的狠狠地带入了 主演的演技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有些地方的剧情太不合逻辑了 比如 女杂志主编被爆去做了盆底机修复项目 就被网爆了 那里我不是理解啊 谁没事会网爆生育后的女性啊 还有女主的闺蜜帅哥导致女主失业后 但后来女主还是和好了 我也不理解 闺蜜被加暴力开始选择原谅 也让人气死了 纯女人一个 还有男主长得好像丁海眼 总之啊 只能说啊 这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剧集吧 四 狂飙 收视1.444% 主演张毅 张宋文 大截局中高启强终于认罪服法了 被依法判处死刑 其保护伞被连根拔起 剧中法庭上列出了高启强罪行多达11项 包括组组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绑架罪 放火罪 循行姿势罪 非法经营罪 强迫交易罪 组织卖淫罪 开设赌场罪 行贿罪等 黄瑶实名举报高启强罪中 高启强 唐小龙 赵立东被判死刑 杨剑被判有期徒刑15年 高小陈被判有期徒刑5年 最大的保护伞和黎明落马 孟德海受处分被降职 结尾处高启强与满头白发的安心隔着铁窗 安心面对高启强的假设 说出了那句哪有那么多如果的场景 让许多观众唏嘘 在这场扫黑除恶的斗争中 正义的一方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理想 陆寒 谭思严等 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对于这个结局 用总导演徐济周的话来说 就是非常残酷 是惨胜 导演揭秘高启强原型 并非此前网友猜测 对高启强的原型人物 网友多猜测是四川汉农集团刘汉 刘汉是四川富豪黑社会组织头目 2014年一审被判死刑 同年二审维持原判 2015年被执行死刑 据媒体报道 导演徐济周表示 高启强原型并非流汗 原型人物有多个 他说 剧中原型都是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的案例 在谈到高启强原型人物时 徐济周提到了 黑龙江 李氏三兄弟案 辽宁 徐长元案和广东 曾世权案 这三个案件都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破获的涉黑案件 其中 黑龙江 李氏三兄弟案中 老大李伟 老四李同 以及老三李健 三人各有分工 李伟和李同为国企领导 专门负责利用职权换取利益 李健作为代言人 在外面大肆敛 李伟曾任哈尔滨市电业局副局长 他曾说 在黑龙江境内 只要是和电力方面有关的事 对方只要打了招呼 我肯定是全部都能说了算 李同曾任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黄苗中也有类似情节 高启强与杨健 最终担任 京海市供电局副局长 沆瀟一气 掌握了京海市的整个电力系统 甚至就连一间审讯室的供电情况 都能够细微的控制到 在辽宁徐长元案这一县市案件中 身为家中长子 徐长元有过心酸过往 也是在徐长元的照顾下 其家族成员一路大发横财 曾世权案则是全国扫黑办挂牌监督案件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曾世权 科巨威分别在广东省高州市网罗行赞人员组成团伙 通过暴力威胁等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另外 居中高启强与警察安心相识于威时 后来又分道扬镳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政协较量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安心同样也有形象来源 狂飙导演徐济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安心的满头白发不是异象天开 是主创团队在采风时见到的真实人物 安心背后有无数个坚持在一线的干警 作为原型 要讲好一个故事 我们肯定要塑造一个比较极致的人物 安心的人设在道德上是一个玩人 如果不是这种近乎执拗的理想主义 他是不可能坚持到最后的 居中为安心设定的出身也是刻意而为 他是一个孤儿 所以没有父母亲人这样的软肋 梦郁也被他推开了 如果不是这样一个自然一身的身份 他可能到处都是软肋 而这样的软肋对安心来说是致命的 徐吉州透露 少爷除了工作常态化的意义也在于此 经过多年的演变 黑洋势力从20世纪初单纯的暴力集团 开始往更为隐蔽的方式发展 他们表面上可能会做慈善 不断地在寻找制度的控制 拉拢腐朽的公职人员 违法作恶的方式也更加的不易察觉 5.我们的日子 收视0.967% 主演李小冉 李乃文 剧情点评 就目前更新的剧集而言 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看的 甚至可以说是又是一部人世间 讲述人世间的百态 充满烟火气 同时 整体的人物性格塑造得很鲜明立体 第一集就把三组家庭的风格刻画出来了 节奏还是不错的 最喜欢的是复营这一组 平平淡淡的生活也挺好的嘛 知足者常乐 此外李小冉状态真好啊 演技也可以 剧里面完全看不到身欲飞的影子 总之 年代剧就该是这样的 又不是现代剧 以前就是这样的 很真实 如果要美化成现代歌颂的 才不是一部好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